宇宙飞船 宇宙飞船 嗯 可是古比今天有几个问题 流星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它们为什么会掉下来呢 那不如今天我们就去宇宙中 看看流星的真面目 看看它们到底为什么要落入地球 好了 宇宙飞船要出发咯 到了到了 快看 这些就是流星原本的样子 流星在落下地球之前 都是一颗颗小小的沙粒和石头 并不会发光 它们都静静地漂浮在宇宙中 围绕着太阳旋转 然而当这些小石头来到地球的周边时 地球上的引力大力士 就会把它们都往地球上面拉 被引力拉过去的小石头 就会纷纷地转入地球 在落下的过程中 小石头和地球上的大气 剧烈摩擦 产生出了火花 这时我们就可以在地面上 看见落下来的流星啦 当宇宙中成群的小石头 被引力大力士拉过来时 就能看到很多很多很多的流星 一起在天空中滑下来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流星雨 不过流星落下来的速度非常的快 小朋友们 如果你们要许愿的话 可要抓紧时间哦 除了一根根像细线一样的流星啊 有些时候 我们还可以看见 像一条火龙一样的火流星呢 你们看 现在划过天空的红色大火球 就是火流星啦 这颗火流星落下来时 会发出很耀眼的光芒 有时候还伴随着 隆隆的雷鸣声呢 像一条火龙在天空中鸣叫一样 火流星其实跟流星一样 都是宇宙中的石头落入地球 不过火流星的质量非常大 它比平时细线一样的流星要大得多了 所以它掉下来的时候 才会产生这么剧烈的燃烧反应 咦 这些大大小小的流星掉下地球之后 都去哪里了 哈哈 那现在顾比就要去火流星掉下来的地方 找星星了 哦 找到了 找到了 这个就是掉下来的星星哦 这颗掉下来的星星长得和地球上的岩石非常像 但是比地球上的岩石还要更重一点 这些落下地球的流星在落地之后都有了一个新的名字 叫做陨石 但是啊 也不是所有的流星都会变成陨石的哦 有很多小流星在掉下地上之前就已经在空中燃烧完了 永远的消失了 只有大流星落下来才会变成陨石 不过啊 陨石可不是那么容易被找到的哦 因为它长得太像自然界里的石头了 常常落在森林和大海里 人们就算见到了它 也很难分辨出它和普通石头的区别 虽然一般的陨石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有一些特别大的陨石落下来 冲击力是非常大的 你们还记得吗 我们前几站去看过的月球 水星 地面上全是坑坑洼洼的大坑 那就是陨石掉下来造成的陨石坑了 而且呀 科学家们猜测 在六千五百万年前 就是因为一颗巨大的陨石撞击地球 才造成了恐龙的灭绝呢 没想到这些危险的陨石 就是天上那些漂亮的流星掉下来的样子呢 不过啊 这些形成流星和陨石的石头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不如我们把宇宙飞船开到地球周边去一探究竟吧 你们快看 远处有一颗长着尾巴的星星 缓缓地向太阳系这边飞过来了 它拖着一条好长好长的蓝尾巴 越靠近太阳 它就变得越亮 在它经过的轨道上 还留下了很多它分解出来的小石头呢 原来变成流星和陨石的小石头 都是来源于它呀 这颗拖着长尾巴的星星叫做卉星 因为它长得很像魔女骑着的扫帚 所以也有很多人把它称为扫帚星 我们走近一点看 会发现这颗拖着尾巴的星星 原来是一颗脏脏的大雪球 卉星主要是由冰冻的气体和微尘组成的 它平时只在太阳系的边缘散步 不会发光 也没有尾巴 但是当它一不小心撞到其他星球 就会跑进太阳系里来 而靠近太阳的大雪球 受到太阳的加热 就开始渐渐融化 上面的小石头也一点一点的掉落 那些掉落的小石头 就长成了会星一直拖在身后的大尾巴 我们之前看到的流星和流星雨 就是这条长尾巴所留下来的小石头哦 经过太阳的长尾巴 会星们 有的只来到太阳身边造访一次 就再也回不来了 而有的会星过一段时间过后 就会重新来造访太阳 来看看它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在回来造访的会星里 最著名的就是哈雷会星了 哈雷会星可是太阳的老朋友了 它每隔76年就会来找太阳玩一次 所以很多人一生只能见到一次哈雷会星 小朋友们 以后你们要是见到哈雷会星 记得要好好向它打招呼哦 因为它可是隔了很久很久才来玩一次呢 除了流星和会星 宇宙中还有很多漂亮的天体呢 你们看 在离太阳系很远的地方 好像飘着一朵彩色的云呢 我们赶紧坐上宇宙飞船 过去看看 这团绚丽的太空云朵 叫做星云 而我们眼前的就是仙女座星云 它的形状和我们在天空看到的云 长得很像 我们飞近一点看看 其实这朵漂亮的仙女座星云 非常非常大 它是由宇宙中的一些气体和尘埃组成的 云里面藏着很多的天体 我们之前看过的恒星 行星和会星都住在里面 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而且呀 这些迅力的星云和恒星之间 可是有血缘关系的哦 我们之前见到的那些 会发光发热的恒星 就是在星云里面出生的呢 当星云里面出现了一个引力大力士时 就会把周围的物质都拉到一起 变成会发光的恒星 恒星形成之后 又会抛出一些发光的气体 形成更多的星云 我们的太阳在形成之前 也是一朵非常漂亮的星云哦 在宇宙中 还有很多很多形状不一样的星云 看 它们有的长得像老鹰 有的长得像上帝的眼睛 看完这么多宇宙中不同的天体 相信小朋友们又学到了不少新的知识呢 好啦 那我们回到宇宙飞船里 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旅程 我们都去逛了些什么地方吧 流星在落下地球之前 是漂浮在太阳周边的小石头 当它们被地球引力拉过去时 就会变成流星 而很多的小石头被一起拉过去时 就会形成流星雨 有些质量比较大的流星落下来 则会变成陨石 而长着长尾巴的星星叫做彗星 流星和陨石其实都是彗星经过时 留下来的小分身 除了流星体和彗星 还有迅利的星云 星云和恒星之间 可以互相转化 星云会汇聚成恒星 恒星会抛出气体 生出新的星云 今天我们看到的流星体 彗星和星云 在宇宙中 其实只是很普通的小成员 宇宙非常非常大 还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天体 在等待着我们慢慢去发现呢 那下一站 顾必带小朋友们 去看看宇宙中的星座 在这些星座里 还藏着两只可爱的熊哦 哈哈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